台中大渡游民三十七岁的隐收 且在五月中的时候出现了轻微咳嗽症状 当时筛检之后确诊 想问之后他咳嗽症状是越来越严重 一整天都在咳 而且还咳到头晕头痛 全家人也都出现类似症状 原本一度以为那是常新冠的后遗件 电视台持续咳嗽 咳了五个星期 受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原来是合并了 梅浆菌感染 医师是赶紧改用这个抗生素来治疗 很快三天时间就改善不少 咳嗽咳不停 台中一名三十七岁的尹小姐 确诊后像这样狂咳了五周 甚至引起了头晕头痛 而且全家六个人都出现这样的症状 尹小姐家里一岁半的侄子 也持续稍稍退退了一个礼拜 还住进了专责病房 抽血检查后才发现 不只感染新冠肺炎 更合并梅浆菌感染 医师说这样的死亡率会多两成 医师说梅浆菌属于非典型的呼吸道感染 主要透过飞沫传播 潜伏期有一到四周 明显的症状就是一直咳嗽 有些人还会发烧喉咙痛 由于传播力很强 号称是会走路的肺炎 幸好尹小姐一家人经过抗生素治疗 三天后症状就改善康复 这个是几方品文台中报道